火動校火動校校為了強化人文結束美學教育 跟火動校的火速跟火力學習 是時向農村推動業界 火香、地香作業作副定 在那裡有第四個基本人第一話 並且哈是這組織 卡杯子跟風台頂點累積的規範 等火動校小小小的地下書 對地下跟平家教育教育教育的成果 火動校的小朋友有沒有有英文在報題 將所學到的地下正式能展現出來 火動校的火為了要提供新農教育 套貴數更會請你每一個好好 火動校的火在今年就跟火動校跟白色的配合 開辦火香、地香、作業作、堅持副定 讓小朋友利用課後的時間 就有專業老師的機德 或是喝茶、拼茶的機殼 我們農業配合政府的政策 在推行事件教育推廣工作 然後針對的食籠教育這方面 來讓小朋友認識家鄉的一些農特產品 尤其現在是花季 五月到時也是茉莉花生產的季節 讓小朋友能夠只有認識茉莉花 由產地到餐桌這種食籠教育的方面 我們來花燃火小這邊推展 花香、茶香茉莉花的作業組 讓小朋友能夠認識到茉莉花的一些好處 一些功用 還有一些食籠風味教育的 如何去泡茶 然後如何去了解茶道的一些道理 花燃火大小校長表示 花燃火是過來白日花最大的三大 也是白日花的故鄉 這次花燃火大小從茶葉跟品德 美學結合 由茶葉書分向茶的味道 以前代東、以當代前的交換活動 讓小朋友可以證實 來背後品德夠有 中年級的小朋友 其實是屬於比較熱情跟活潑的 那在學習茶道的過程中 小朋友可以為了要學習品茶、試茶 他們會漸漸的把心給靜下來 然後透過這樣子多元的不同的學習 方式我覺得豐富了他們在學校的學習生活 目前學習 我們去年就有這樣子的活動 然後今年的話是第二次舉辦這樣子的茶席 那去年的話因應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是屬於線上直播 沒有辦法邀請那麼多來賓到茶 那這次因為有來賓到茶 那小朋友會更加的覺得有正式感、臨場感 我們知道我們花燃香是茉莉花的故鄉 那茉莉花茶的產量也是整個台灣的80%以上 那長年來花燃香榮會對茶道的推廣 茉莉花的推廣 茉莉花茶葉的推廣都非常的用心 那我們學校花燃國小就在我們花燃香裡面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樣在地產業的體驗 還有對中國傳統茶道的體驗 能夠讓學生在整個文化傳承上 還有地方產業的結合上 有很用心然後很深刻的理解 對小朋友來說 還有對中國是一個專心的靈魯 透過對中國的老師的既得 可以了解到故鄉的就是 很開心可以有這一次 泡茶那個茶藝成果發表會 然後可以參加這次的茶會 那你平常家裡會不會泡茶 不會 不會 不會喔 OK 爸爸媽媽媽會問泡茶 有 他們覺得怎麼樣 綠綠綠愛 嗯 在這學期我學到很多泡茶的知識 茶葉的認識 還有 還有 更多 那個 茶具 認識更多茶具 很感謝三位老師教導我們泡茶 想要讓小朋友來選擇是這樣的茶道 因為可以養生這樣子進行 你覺得他在學期之前跟之後有什麼差別嗎 嗯 心比較容易靜下來 對 學教育社這次結合第一家跟品家的教育 就是教育生活的確定設計 保養學朋友良好的評論 當時也讓大家的文化在會團的鄉雜金 新春的新聞白冰林會團 才會放報道